是 什么呀 什么呀这是 是啊 谁给念念 和你 只要知道周通冷鸡雨下落的人 前来通风报信 无论真假 都可以拿到银子 咦 那 快拿去查 是 下一个 我昨天在银串院看到冷鸡雨 好像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拿着 真的有银子 真的有银子 是吧 我看到他出城了 快说快说 真的 是真的 我看到他们走到成都的破料理 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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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知道 真的是银子 真的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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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吉宇和周通 要是这么容易找到的话 他们也不会找这么久 也找不到他们的人了 你这么做 完全是在浪费银子 你知道吗 我自有我的用意嘛 而且 他们拿到银子的样子 都很开心 让人快乐 也是一件好事嘛 是 是 是 俊美 就算你钱再多 也不能够这样子乱花呀 没有耳 怎么能让银上钩呢 我明白你的用意 但这实在是太 我当然不能跟你四大名不比了 不过 这好歹也是个办法 对不对 听说有个傻丫头 要查周通和冷吉宇 说不管真的假的 都有小银呢 这两个快套快套 我说 你那个丫头 还真能搞鬼啊 有人有钱没地方放啊 便不会分点给我 我去凑个热闹 这种事你也好意思做啊 不怕丢了路上门的脸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一百年的凤银都给罚光了 我赚点外快怎么行呢 奇怪啊 冷吉宇不是关在大牢里吗 对啊 这件事有蹊跷 一定要查一下 我看到他在河边喝水 我看见他在城南的破庙里面 快到我了 我看到他在城外的树林里 奇怪了 二师兄怎么不阻止他 来 谢谢 下一个 大概没人在怀 坐一边笨了吧 我也说过 我当都分两回了 我跟他在一起看到的 这人是我一样 我还是在那儿 你干什么呢 你没闻到一股很香的酸味吗 下一个 郡主 郡主 你让丫头这么做 她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了 我没有 郡主 那您的意思是她自作主张 您就是对他太好了 要不然呢 他也不能这么胆大 谢谢 不 我这样是别有用意 什么用意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还没有拿钱呢 禀郡主 经小子查证 你向院的线索是假的 城东破庙的线索也是假的 统统都是假的 你们辛苦了 这些银子拿给大家 给大家加菜吧 谢郡主 你明天还要这么做吗 为什么不呢 你这个丫头也太放肆 根本就不把你们小姐放在眼里 我们情同姐妹不拘小杰吗 你呀就是对她太好了 才养成她这种个性 你知道什么 慢嘴胡说八道 你 小猴子千万别冲动 不则你 你会后悔的 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 奇怪 你要不是我主子 凭什么管我 就凭我是你主子的未婚夫 那也要看郡主她本人承不承认啊 你也太放肆了 我今天被教训你一下 不可笑 小猴子小子 算了算了别吵别吵 连郡主都不说话了 咱们就算了 来 我们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可是这个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算了算了 小俊子她就这个脾气 反正我也习惯了 算了算了 坐坐坐 你 你 你 小侯爷 郡主啊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要给她一点颜色 奇怪 为什么护着她不护着我 难道你喜欢上她了 没有了 小郡主啊 你 算了算了 郡主啊 你的手有没有被抓伤 我帮你揉揉啊 给 下一个 真是太没天理了 这么多人靠我们赚钱 我们却只能在边上看 你又在想什么搜主意了 表哥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他们随便说几句瞎话 就能拿钱 我们却只能在这里躲躲藏藏 你还敢抱怨 要不是你伸手差 意外闯祸 我们需要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吗 表哥 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 可是放着现钱不拿 我们可太对不起自己了 你给我安分点 别到时候又把我连累了 你想想看 你和郡主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是化成灰 弄不好 郡主也能把你认出来 那不可能 那个郡主啊笨得要命 怎么会认出我啊 再说如果我化妆一下 她肯定认不出 这次她这么撒银子啊 我想她是因为离开了我 所以伤心过度发疯了 你才发疯了 居然想挣这种钱 有钱不赚 又是我冷憋三的本色 你给我放机灵点 别到时候再痛楼子 值得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我在药铺看到过她 谢谢 谢谢 我在澡堂子里碰到她 给 谢谢 谢谢 我在我们墙门口碰到过她 喂 拿着 好啊 谢谢 谢谢 下一位 冷气雨在樱花园 下一位 冷气雨在河边游泳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放着这么好片的银子不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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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知道你狗赶不了吃食 只要能够逮到你 花再多的银子都急 哎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骗我 看我不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让你一辈子不能拐骗梁家妇女 小人不敢 这些都是误会 小郡主饶命 救郡主饶命 救郡主饶命 小郡主饶命 小郡下子不敢了 小郡 小郡 你别走 你不敢跟我对质是不是 你为什么骗我 你是小郡主 我 我其实是六扇门的女补快 因为 因为 你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是我的主意 原来你才是郡主 怪不得一副 盛起灵人的样子 你说 你为什么说要跟你上个床 我没有 我只说过 我们有肌腹之亲了 那还不都一样 我什么时候跟你有个肌腹之亲了 哎 上次你牵过我的手 那不算肌腹之亲 算什么 听见了吧 只要你这种大呆子 才会相信这种骗子的鬼话 你凭什么说我肃听不良 我不这么说 怎么把郡主抢过来 你 现在 谁是大呆子 你居然骂我是大呆子 我只是重复你的话而已 你要向我道歉 凭什么 你不也误会过我吗 我是姑娘家 名声很重要 要是被别人误会了 我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我还堂堂左卫将军呢 被人误以为是花花公子 我不丢脸的 你是男人 人家顶头说你风流 不会看不起你 这是不可理 莫名其妙 这个事情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 我先告辞了 你们慢慢吵 你休想走 我怪你一辈子 你那么爱骗女人 我把你拉到宫里当公公 走 不要 走 不要 走 走 走